2023年在迪拜有一个区域 涨幅是长度23% 算是在所有区域里面涨幅较高的 那这个位置的话新出了一栋房子 就刚刚开盘了 然后它的价钱才99万就可以上升 而且明年就能交付 交付完付之后就可以做粗租 因为这个房子的话 这个旁边会有一些旧的房子 现在的租金两房的价钱是在10万迪拉姆一年 然后如果一房的话是在8万9万 因为它那是矮房子没有配套 那像现在兴起的房子的话 价钱跟原来的房子是一样的 可是它有了很多配套 我们来看一下 像原来的老式的房子的话 我们之前也有拍过迪拜的主动的房子 它就是一个房间 它什么也没有 但是现在新型住宅 现在是2.0的房子 它下面的话会有一些公共配套 比如说花园啊 有池啊 这些都是刚需的 因为迪拜的夏天比较热 所以小孩子如果住在里面的话 是一定要有地方玩的 所以它底下的话 这边开始就是花园 这个区域里面 商场啊 学校这样子 然后你看这个就算是一房一厅的里面 都会配有一个这样的小的勇士 如果你也是手上有一两百万 想要上车迪拜的 想要承接它的土运 想要涨价的话 现在同样看了一下 全球的一个房子产市场 只要中东迪拜是最好的 刚刚我从沙特回来 也考察那边的一些项目 那边的话确实是比较新 比较初始的一个项目 可是现在如果入局的话 有点太早了 有可能你可能收不回本金 那迪拜的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市场 你也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买房的各国人种都有 你到时候比如说 你把它从七房等到了现房 然后到时候去交付的时候 那个时候卖出 是可以卖到一个很好的价钱的 为什么 在迪拜买房子的话 有一大部分人是需要买现房的 现在现房的房子非常少 因为现在整个迪拜的 就只有70号房产 但是人口有380万人口 常住人口还不算游客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房子是不够住的 本店是需要买现房的 长期在这间生活的人 他有工县以后 他买现房的话可以贷款 但是七房不能贷款 只有我们投资客生存的空间 你把钱放在这里 从七房放到了现房 我们在帮你卖掉的时候 就能够产生资本力的 其实投资在这里的话 真的来说非常难得了 真的很像20年前的中国一样的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区域怎么样呢 在童谣看来的话 这个升值空间还是很好的 因为均价的话 市区里面大概4万到5万人民币一个平方 那这个位置的均价的话 才2万人民币一个平方 离市区的话的直线距离也很近 大概开车就10分钟 所以这个位置 我觉得升值空间还是非常好的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的话 你给我留言呢